嘿,你好,我是阿图,你今年过得怎么样? 我现在在澳大利亚悉尼,目前为止已经陆陆续续地教了上百名学生 两个多月前,我受邀做一个关于中西教育差异的分享 这是分享稿件的音频版 小伙伴们可以戴上耳机,边听,边开车,走路,做家务或者做其他事情 这里的分享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 在这里与你们聊一聊大洋彼岸的熊孩子与学霸 让你们对中西教育差异有大体的了解 今天先分享第一部分 一开始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 高中之前,我读的是国内最普通的公立学校 高中的时候,我所在的班级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某中学有合作关系 所以,高一开始,我就开始同时接受澳大利亚的中学课程和中国的高中课程 我大学本科主攻中学教育和中文 接着,我又毕业于教育心理学专业硕士学位 我做过家教,也在当地学校和教育机构工作过 短暂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让我认识到西方教育四个字 还有我们今天会涉及到的澳洲教育,涵盖了太多太多的内容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澳洲教育下成长的孩子们到底是什么模样呢? 在此之前,大家必须要知道的事实是,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 学生、老师、家长都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所以,我后面讲到的所有例子 无论他们的祖辈是不是澳洲人,这些学生统统被归为澳洲本地学生 现在,我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想一下 你印象里的熊孩子是什么样子的? 你们是不是想到了哪个亲戚朋友,邻居,公众场合,还有媒体上见过的熊孩子? 百度百科里这样描述这个地灵群体 他们没有礼貌,乱翻东西,不守规矩,做一些不可理喻的,带有破坏性的事情 绝大部分的人认为,熊孩子养成器,其实是父母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出了大问题 没时间陪孩子,隔代教育,过度溺暗,等等其他很多问题 总的来说,社会福利低,生活,教育成本与日俱增 独生子女二孩政策这些没法改变的硬伤 使得熊孩子像病毒一样让人避而远之 却又迅速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 我身边的很多家长都深信,受高福利政策的影响 澳洲父母对未成年孩子的经济压力相对比较少 因此,全职妈妈们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 另外,没有独生子女和二孩政策的限制 澳洲家庭的孩子一般都有好几个兄弟姐妹 孩子们在社交能力的培养上会比大多数中国孩子有与生俱来的优势 由此判断,澳洲很难遇见熊孩子 哦,是吗? 接下来,我用三个故事回答这个问题 今天先讲第一个故事 Jay是一个六年级的男孩子 他所在的学校与我任职的中文教育机构有合作关系 每周二,Jay都会跟学校里不同年级的同学在一个教室里学习中文 作为班里最大的孩子 我原本期待着作为大哥哥 Jay可以贴心地照顾班里的爹地妹妹们 但是熊孩子体制的他一再让我和管理老师很无奈 Jay不喜欢所有的课堂活动 他经常对着我和管理老师大声吼 I'm not a kid 我不是小孩子 他也拒绝与任何其他孩子坐在一起 他觉得比自己小的孩子没办法正常沟通 因为他们幼稚,无理,太笨 教室里的每张书桌上都有公用文具 但由于中文课借用的是其他班级的教室 我的学生们不允许使用这些公用文具 在一次课后,我发现最使用过的桌子上 铅笔和蜡笔都被折成几节 躺在公用文具的收纳盒里 书桌被涂得五彩斑斓 另一次上课,我正在辅导一个学生写汉字 多媒体投影仪被开启了 我转头发现,Jay正在拨弄多媒体设备 更多的时候,Jay用极其不雅的语言 甚至肢体动作攻击比他小的孩子 他也没有办法接受任何能力比他强的同学 It's unfair, they are cheating 这不公平,他们作弊 这句话几乎是Jay的口头禅 没有礼貌,破坏力强,不守规矩 这些特质足以把Jay归类为熊孩子了吧 那么,Jay的父母对这些现象是怎样的态度呢? Jay的妈妈是家长委员会的会长 她完全不信我和管理老师对Jay所作所为的阐述 同时又强调说,极有可能是其他孩子的怂恿 让Jay变坏了,更让我头痛的是,她甚至觉得是其他孩子上课太吵 让Jay无法安心学习,经过几次沟通 Jay的妈妈以会长的身份说服其他孩子的家长和校长 提前终止了与我们机构的合同 Jay的家庭背景如何?Jay在父母面前的表现如何?Jay的父母教育方式如何? 这些我都无从得知 但从家长对孩子的无条件信任上来看 似乎与媒体上描述的中国熊孩子和熊家长非常相像 他们都绝对相信自己的孩子永远是最乖最优秀的孩子 任何人所述的负面消息统统都是诽谤 好,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个音频,可以关注我,继续听更多的分享和课程 也可以发邮件到这个邮箱,获取PDF文稿和PPT高清图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